大姐我看你身上这么多白灰 你也是在工店干活的 对对对 装修刮大白 您干这个刮大白一天挣多少钱 有十两个点的 也有八九个点的 干的时间长有点得多点 有多的时候 那边多块钱吧 也有少的时候 干这么长时间才挣这么多钱 您感觉知足吗 也行 您做这工地做多少年 做了有七八年吧 您干这个刮大白 是不是胳膊特别累 对 就这一个刮大白 老的 我前的那刮大 你怎么不做个轻松点的工作呢 大规划大不倒 你只要轻松点的 那钱比这 要够的更少 有时候我 还七八十块钱 不够家庭用的 所以现在能处理 多整个钱 给自己最大的努力 为了 给孩子一个差不多的家庭 能有的 能给他的 一辆满足 给他好好学习 自己能付出多少就付出多少 就是为了让孩子过好点的生活 对 这也是咱中国父母 共同的一个特点 大姐您平时也舍不得自己买身新衣服吧 看上院的都五六倍 在这干这个活也穿不得 这个鱼章在平时也不逛街 不必要穿那么好话 有些鱼章穿的都管 有时候也搞活动 或者搞特价 八十块钱吧 有货还是把人家干货 哈哈 您觉得您现在的生活幸福吗 也幸福 目前这个社会上看货吧 有钱人他不一定也有幸福 我身边结尾也有搞好的 也有搞不好的 也有当大老板的 也有自己也做的小生意的 也有比这我过的更不好的 你这是看自己面园的 你羡慕过他们吗 我羡慕过 羡慕一眼也被打 一眼也给不了咱一下 自己整天现在够吃够喝的都管 够滑的 您最开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就是我孩子们回家给做烤饭整着 人家都是一回在家 不管年龄打电干电话 一回在家看见孩子们喊 一夜饭的都忘了 孩子们也是您现在努力的动力 对